民众来高雄玩陆住眷村风情民宿 提前跟业者确定可以带宠物陆住 结果退房时还要被加收5000块 罗小姐抱怨当时陆住就告知狗会上床 一只狗一天要加收300元 并且自备床包带了三只狗狗一起去 退房时老板却说棉被要送洗 还要用臭氧消毒要加收5000元 让罗小姐很不满 认为明明已经含加价的宠物费 两天已经付了11000元 竟然还要被加收5000元 总共就是16000元 实在让她无法接受 另外房间里很多设备故障 例如电视不能看 WiFi讯号很差 马桶小冰箱坏掉等等 让她感受真的很差 那个狗狗是都睡在床上 然后她的狗狗又臭又脏 我们整个房间都是味道 我整个房间我要请人家用臭氧消毒 然后你这个房间 我最起码两三天没有办法 去卖客人 客人开心入住却在退房时 还要被加收5000元 感受真的不太好 但业者也解释 是因为环境真的被弄乱 才会多加收费用整理 消费纠纷各说各话 恐怕只能好好协调 才能找出解决方法 记得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